好 再回到文章中 为什么呢 for又是多号for引出原因状态从举 因为它有16个密封的不透水的这个隔水舱 那么16个有什么用呢 后面进一步说了 Even if two of these were flooded she would still be able to float 即便这个16个密封舱中 有两个be flooded是被灌满水了 这个轮船依然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所以呢 它为什么不可能沉没 它打了余量了 16个密封舱两个进水了 船还沉不了 注意这个even if 在这翻译成即使 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 就很多人把even if这个连词 跟另外一个even though 这两个连词搞混了 不光是有些学生 甚至有些著名的一些语法书中也搞混了 他们认为even if等于even though 大家注意这两个连词是不一样的 even if翻译成即使 或者就算它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就后面这个事情 它未必真的发生是个设想 而even though中文翻译成尽管 这个后面的事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事实 是已经是个发生的事实 这两个都是引导让步状欲从具 但用的场合是不同的 你看本文中用的好 即使两个隔水舱进水了 我问大家 这里边已经进水了吗 当然是没有的 我们是假设一下 即便两个进水了 依然不会沉没 而even though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咱们看看这个英语教学圈文 Esperson给咱们举了些例子 来证明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两个句子 后面内容都一样 只有连词不同 咱们看用在什么场景 第一个说 even if you dislike ancient monuments 即使你不喜欢古迹的话 但是这个沃利克城堡还是值得一去 这个Ancient monuments 不能翻译成古代的纪念碑 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叫古迹 名胜古迹 这个even if 在这是即使 这个场景很可能发生在导游和游客之间 导游对游客说 即便你们有人不喜欢古迹 这个地方也应该去太美丽了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你究竟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做假设 即使你不喜欢 这个也应该去 而第二句话 咱们看 Even though you dislike ancient monuments Walberg Castle is worth a visit 那么Esperson教授说 这个句子发生在朋友之间 就是我知道你确实不喜欢古迹 咱们得这么翻译 尽管您的确不喜欢古迹 我知道 但是沃利克城堡 我建议你还是应该去看一看 太美丽了 注意even if 是即使 even though 是尽管 even if 是假设 而even know 是事实 这个在新概念里面分的也是特别清晰的 好教材 这知识点讲的特别好 只不过它是从课文中隐晦的来告诉我们的 看能不能把这宝贝挖出来了 咱们先看一看 二册第47课 世久的鬼魂 这个书 新概念二册第47课 世久的鬼魂 学过二册同学可能还记得 他说 the villagers have told him that they will not accept the inn even if he gives it away give away是免费送给别人了 送给送出去 这些村民们跟他说 说什么呢 说即使他把这个酒馆免费送给他们 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个in in表示在乡间的小酒馆 小客栈 即便你免费给我们 我们都不会要的 这个even if他真的给了吗 没有啊 他不可能免费给人嘛 即使你免费给出去 我们都不要 这是个假设 绝对不是事实 这个even if用的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二册47课 我们再看新概念二册第38课 唯独没有考虑到天气 二册第38课 这里面用的是even though almost immediately he began to complain about weather for even though it was still summer it rained continually and it was often bitterly cold 这个人退休之后想到伦敦去生活 但是搬到他之后呢 几乎立刻他就开始抱怨伦敦这个地方的天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还是夏天 但却是老是天使不停地下雨 并且常常冷得厉害 这个even though大家发现是事实吧 尽管还是夏天 it was 在这是事实 尽管是夏天 但依然经常下雨 并且天气冷得厉害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他已经到那个地方去了 经历了这个事情 even though 用的是对的 这个用得好 这是现在二册里面的两个词汇 不同的应用 在三册里面有更多例子 比方说咱们再看第三册的 他说 但是他说 当然了 那些老牌的职业走私贩却从来不会被这种情绪所困扰 即使他在箱子里面藏着500块金表 这个是真藏着表了吗 没有啊 我们假设嘛 因为这走私贩 我是假设的一个虚拟虚构的人物 对 另一方面职业走私贩却从来不会有这种情绪去困扰 即使就算他们手提包藏了500个金表 他并没有这个人呢 是真藏了500块 而不是600块吗 这是个假设的情况 即使即令 这个搭配用的也是对的 这是个虚拟 再比如说我们看第44课 204页的第15行到第16行 204页的15到16行 Even if you travel in ideal weather Sea journeys take a long time 他是说了在海上旅游的不好的地方 即使您在理想的天气里边旅行的话 那么海上的航行呢 花的时间也会很长 这个even in 并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什么设想的假设情况 即使在海上航行天气很好 它很费时 你也必须得承认 这是一个假设 even in 用的是对的 好 这是在我们第44课 再比如说我们看第49课 理想的仆人 在224页第5行到第8行 224页第5行到第8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他说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for even though 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she persisted in living there 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这是指我姑妈 那叫的Gables那个大别墅 他呢 跟这个栋房子 在感情上是 这个都离不开了 感情上非常依恋 为什么呢 因为注意 even though it was千套 在富尔丛剧中内部的让步 壮业丛剧 因为尽管 对他的这个需求来说 这房子实在是太大了 这是事实吧 因为他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他并不是假设 尽管这房子对他来说 确实太大了 但是他坚持住在那 哪怕是在他老公死掉多年之后 他还是坚持住在这个房子里 为什么 感情上跟他离不开了 这是事实 用even though 用的是非常好的 用的正确 好 我们再看这个54课 是本能还是机制 244页的第22行到第23行 244页的第22行到第23行 看这句话 I immediately embarked on an experiment which even though it 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ants kept me fascinated for 24 hours 他说我立刻开始了这么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怎么样呢 这个试验尽管呢 没有赶跑那些蚂蚁 但是却让我着迷了24个小时 你注意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他后面这一番过去的事 尽管他未能赶跑这些蚂蚁 但是却让我着迷了24个小时 这个fascinate 咱们在第9课刚刚刚讲过 even though这是事实 用翻译声尽管是对的 所以大家写作中 这两个连词一定要用对 不要把它搞混了 本文中是假设 没错 即使两个口水舱已经灌满水了 flood表示灌满水的意思 对吧 这个船呢 用she还是用这个代词 依然呢 它能漂浮在水面上 she would still be able to float 言下之意是 它依然不会沉默 是不是可以把本句换成 even if two of these were flooded she still wouldn't sink 它依然不会沉默 依然能漂在水面上 为什么它不用沉默 这个更直白的表达呢 因为如果用沉默的话 跟后面就重复了 你看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的下一句话 the tragic s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如果上一句话说 she still wouldn't sink 马上又说 the tragic sinking 离得太近了吗 距离太近的地方 用相同的词汇 在英语中写作是忌讳的 所以上一句话用的是she 这个 would still be able to float 依然会漂浮在水面上 避免跟下句话聚首的thinking 用词重复 也是他有自己的读到之处 另外注意这个be able to do 还有can意思是不一样的 be able to do 一定得表示这个能力 它能够漂浮着是它的能力 但是can不但可以表示能力 也可以表示一个推测 都行 是推测都行 但be able to do一定是能力 能服着是能力 你看我们看一道术后题 53页第五题 还是看这个书练习题 53页的第五题 快些打开 第五题 咱们看 no one thought she is 什么think 因为它有16个密封藏 没有人认为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A选项 would be possible to think 这个是不行的 咱们在第六课中说过 possible 还有impossible 这样的形容词 它的主语不能是具体的人 或者事情 一定是it is possible 或it was possible it is impossible it was impossible 它不能是具体的人 或事物 这个A先排除了 那么B选项呢 那没人会想到 它可能会沉默 be able to do 沉默不是船的能力 除非它是个潜水艇 它能够沉默 这个沉默是一个可能性 可能性不能用be able to do 它能漂浮是它的能力 但沉默是可能性 大家看到这个B是错的 那么选C呢 它应该沉默 这个更不痛顺了 那么选D正确 could possibly think 这个could是can一般过的事 这表示推测 沉默是个可能性 是可以的 possibly这个副词 它的主语是没有要求的 它并不像possible主语 一定是it 所以选哪个呢 选D是正确的 这是看了 can和be able to do 这两个词的区别 尽管都是能 在英语中还是有区别 好 最后说 The tragic th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she went down on her first voyage with heavy loss of life 人们将永远牢记 这艘巨轮悲惨的沉默 因为它首行就沉默了 并且伴随着惨重的人员上亡 你注意中英文对比 中文说 人们将永远牢记这艘巨轮悲惨的沉默 英语中用的是 这艘巨轮的悲惨的沉默 将永远被记住 中文中是不能这么翻译的 将永远被记住 多别扭啊 咱们中国人喜欢主动 老万喜欢用被动 用被动哪好呢 被动第一个突出了这个重点 你要非要用people做主义的话 我们说巨手是关键位置 人们当然不是重点的 这人是个抽象的 巨轮的沉默是重点 所以用被动可以重点突出 二来用被动的话 people这个词就不用出现了 重点出出 而且句子简介 句子很简介 这个是好句子 尤其在书面中 要考虑到句子的重点和简介问题 口语中是脱块出 可以不用这么顾虑 但书面也要斟酌一下 以下我们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在口语中确实 在英语中跟中文类似用动词多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动词thank you就好了 还有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I appreciate your help 我感激您的帮助 用主动用我做主语 但你看我们在书面中 写一封感谢信 往往这么说更好一些 Your help is greatly appreciated 您的帮助被极大的感激 被谁呢 当然是被我和我们了 那个我和我们就不用出现了 用your help放到前面去 后面就被动了 您的帮助会被极大的感谢 本文中这个巨人沉没 将被牢牢记住 都是这么一个用法 一曲同步指标 写作中要注意 模仿这个表达 咱们一会儿会类似的造句 为什么将永远被牢记呢 后面依然是这个for 逗号for引起的原因装语松句 因为它首行就沉没了 这个for是windown windown不是下去 而是传沉没的意思 这个go down 这里直接可以翻成sink 但是为什么本文中没有用sink呢 在本文中 咱们都知道了 因为巨手刚刚出现一个sinking 对吧 你看我如果用sink非常别扭 the tragic thinking of this greenliner was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she sank 用sink 一般过去的是sunk sunk 马上跟前面重了 刚用完sink 用一般过去的是sunk 马上重了 那怎么办呢 换成go down 你看 这明显又是对巨手的一个替换 上一句话 末尾说 他还依然能漂浮着 能用沉没避免了重复 这里传沉了 用了go down 依然避免重复 所以我们既要有这个知识 同时也要有这个意识 有意识我们知道要替换 但是没有知识 我不知道沉没还能怎么说 还是亡人 就是诸葛亮是必须的 但手下也必须有大将 蜀中无大将 料化出先锋 朱格亮知道应该替换 但手下没有替换的将领也不行 所以我们既要有知识同时 既要有着意识 同时也要有知识储备 两个缺一不可 好 那么因为他守航就沉没了 守航用的是her first voyage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守航 我们经常有一个词会 叫处女航 叫做maiden voyage 这个maiden表示处女 就是未婚的女孩子 跟男人没有接触 叫maiden voyage 处女航 就是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都用它 第一次上天的时候 叫maiden flight 就飞机的处女航 那第一次出版的著作 叫maiden work 某人的处女作 也可以用它 总之是第一次可以用它 但是注意处女地 一般固定用法 咱们这么说 就virgin land virgin也是处女的意思 但处女地固定用这个词 virgin land 没有办法 咱们当作常识 记住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 不能瞎编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只有这个能保证地道 但是我们多看几个 如果表示演员 运动员的初次登台 处女秀 一般有个词叫debut 后面那个t呢 就不发音了 我们读一下这次 debut 叫处女秀 一般指演员 或者运动员 第一次登台 跟观众们见面 处女秀可以用它 咱们依然看一些例子 她在天鹅湖中 首次作为职业演员 登台露面 这是她的处女秀 she made her professional stage debut in Swan Lake 在天鹅湖中 她首次作为职业演员 在舞台上露面 这个叫debut 处女秀 但是我们再换一个场合 词汇可能又会变化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说 电影或戏剧的首映 第一次上映 跟观众见面 指电影 指戏剧 咱们有个词叫premiere 这个到了四次 就会碰到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emiere premiere 可不是premiere 不要跟总理 那个词搞混了 就premiere 叫第一次首映电影或戏剧 比如说 the world premiere of his latest movie 它最新电影的世界首映 全世界第一次搬到屏幕上 跟观众在大屏幕见面 这个时候叫我们再读一下 premiere 指电影或戏剧的第一次上映 这个几个第一次 咱们可以做做变戏 放在一块记住 不要搞混了 抽象含义类似 它在第一次航行就沉没了 并且with heavy loss of life 伴随着惨重的生命的损失 这个loss损失掉了 什么 生命没了 惨重的人员伤亡 可以这么说 当然 我们如果直接指这个伤亡的 指事故中的伤亡 可以直接用这么一个名词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下 casualty casualty 指事故 战争事故中的伤亡者 注意这个词呢 是一个可数名词 伤亡者是可数的 比如说平民百姓的伤亡 就sivilling casualties 它不光是受伤 还有死亡的人数 全放在一块 伤亡者 我们再读一下平民百姓这个词 sivilling sivilling 读一下这短语 sivilling casualties sivilling casualties 叫平民的伤亡 伤亡人数 伤亡者可以用它 如果专门指死亡人数呢 死的多少人 咱们还有个术语 叫做我们读一下 deskto deskto 叫做战争或者事故中的死亡人数 看例子 the deskto has risen to 90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0人 上升到多少 rise 后面可以加借次2 大家还记得吗 在我们第八课 这个著名的修道院 温度上升 温度下降 咱们说过的 死亡人数上升到了90人 就是deskto 顺便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这句话又是重点句了 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再复述一遍 咱们先把中文再说一遍 即使这些中的两个 就出去科学舱 被灌满水了 它依然能够漂浮在水面 she would still be able to float 依然能漂浮在水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16个密布透水的壳水舱 这是上一句话 本文中的句子 就这艘巨轮的悲惨的沉没将永远被人牢记 因为它首行就沉没了 伴随着惨重的人员伤亡 是怎么说的呢 the tragic th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she 换一个词 沉没 want down on her first voyage 在航行中不是叫on吗 然后呢 with heavy loss of life 这句话咱们再复述一遍 这艘巨轮的悲惨的沉没将永远被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它第一次行就沉没 伴随着惨痛的人员伤亡 咱们再来遍 the tragic th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she went down on her first voyage with heavy loss of life 不白服服 走句吧 人们将永远牢记这架马来西亚搬机的失踪的这个惨具 the Malaysian 叫马来西亚的 Malaysian 叫 Malaysia 后面加个词 那么N就好了 那么搬机 咱们刚刚在词乎中讲过 可以叫airliner airliner就搬机 悲惨的失踪的这个惨具 可以叫做tragic missing of this Malaysian airliner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吉隆坡到北京的航行中 神秘的失去联系了 就马航失联事件 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 好几百人可能都丧生了 可以这么说 那么吉隆坡叫Kuala Lumpur 咱们刚刚见过 神秘的失去联系 就mysteriously lose contact 一般国际就是lost contact就好了 好 咱们复述一下 这句话该怎么说 人们将永远牢记 咱们不用people放在聚首了 咱们用被动 就是这架马来西亚搬机的悲惨的失踪 将永远被记住 因为它失去联系 在什么 在从航行过程中失去联系 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 with heavy loss of life 咱们复述一遍 该怎么说 先说这个悲惨的失踪 咱们看该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说 the tragic missing of the Malaysian air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为什么呢 for it mysteriously lost contact on its flight from Kuala Lumpur to Beijing with heavy loss of life 这是马航失联世界 也是航空史上 著名的重要大的悲剧了 这个句子我们轻轻松松 就把这句子写出来了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把这个课文的重要的第一段 我们已经看完了 但这个悲惨的失踪 这个悲惨的这个沉默 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第二段中 还有更精彩的一些论述 好 第一段跟老师 我们先学到这儿 我们先学到这儿